第一次分析,今天跟大家講一些疫情當中發生的情況 大家可能不太多關心的,但其實都很值得去分析一下 其實當政府官員在他們負責範疇上出了一些危機,或者一些很大的困難的時候 民主社會裡面,多數官員就算做得很好都好,民望免不了就會跌 其實我想社會的民眾會不會因為這些大的事情,就會對相關官員要求的水準很高 而且亦都多見於香港過去這十年八載,香港官員的民望很多時候都會因為他們負責的範疇出現了一些大問題的時候都會跌下 但是世事真的沒有絕對,我們看回台灣的衛生部部長陳時中 他的支持度在剛剛的一些民調去到八成二,比蔡英文還高 另外一方面,其實他成為了網紅,因為廣泛得到社會大眾的一個讚賞 我想說他在這次抗疫這個問題上,就責無旁態之餘,沒有給人之餘 還自己攬上身,而且做得相當好 先不說他怎樣好,我們看看香港的情況 香港的衛生局長陳肇始,民望政席去到負三十五,跌了百分之十一 是全部局長之中跌得最多的,這個是香港民意研究所在二月十二號的民調結果 為何陳時中會禁得到台灣方面的民眾的支持呢 我們看看他到底做了什麼 其實在疫情未爆發之前,說過年前那一天 其實他做了一個比較特別的舉動 他就是在一月二十三號,就是湖北省武漢封城的同一日 其實他就正式將這個當時的防疫的等級,由第三級升到第二級 以及就成立了一個流行疫情的指揮中心 這個指揮的層級,也都由他下面的疾管處處長周志浩,升級到由他自己去接任 這件事其實跟香港的防疫官員的陣容或者結構很不同 因為到現在這一刻為止,香港的情況好像 你說是否由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去做統籌或者總指揮呢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這樣說的 不過你說是否他又真的完全了解通盤的情況呢 或者他是不是每一次都會出來匯報呢 行常的匯報裏面,我們又見到什麼人出現呢 其實這個就非常之關鍵 因為其實陳時中在整個過程裏面 他都是自己獨挑大量去海角東亞擔起了這件事 跟香港有時會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或者有時由特首,有時由陳肇始去匯報呢 其實每一次都不同了 再說就是呢,日常的匯報呢 其實就更加只是交由了衛生署的官員 和醫管局的總行政經理去負責 當然,其實這個給人的感覺就是呢 我們究竟每一天那個疫情的掌握 雖然在疫情的數字上面我們都是清楚的 也都明白到官員之間那個有什麼訊息給我們 不過,反過來說就是,其實為什麼特區的衛生當局的官員 在一個可以說都從來沒發生過這麼大的疫情下 仍然每天只是找衛生署和醫管局的這些行政單位的官員出來 就是和我們通報呢 而反過來,其實政治任命官員有最大的責任和市民的交代 為什麼他們又好像出來又不錯,出來又不出來 有時候這個出來,有時候那個出來,又出到亂了 再說,其實陳時中有另外兩件事呢 我想做了之後呢,都是令到社會有很大的分別 我覺得,觀感上 第一就是呢,台灣已經有九條的這個口罩的生產線呢 在日內就會正式能夠裝好開始營運了 香港呢,香港到現在為止呢 我們都仍然只是知道,開始有些選子的工作完成 即是在政府的層面 當然你說,如果私人的層面 可能有一些公司開始會想著生產口罩 但是究竟那個生產口罩的規模是怎樣呢 政府方面的跟進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都所知不多 再說就是,就算你說政府現有的生產線呢 其實我也想跟大家說清楚 現在政府這個懲教署裡面的生產線呢 也都不是一條全自動生產線來的 這個跟全自動生產線那個的概念呢 是有很大分別的 因為我想呢,其實最初 我想懲教署在這個女懲教所裡面呢 車口罩呢,我想他們都未必是想著是說 完全是用來滿足供應 反過來說,其實都是一種給在囚人士的一些所謂工作的一些機會 亦都不是說想著是好像現在用來面對這麼大的生產量 那所以呢,我想如果你說香港以後的生產目標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需要的是不是一些自動化的生產線呢 而又需要多少條呢 還有就是說以後口罩類物資會不會政府都擔當一個 當是一個緊急儲備這樣的角色去作統籌呢 我想這些的問題呢,政府到這一刻呢 都是沒有跟我們解釋過的 那反過來,其實台灣那方面呢 就已經有九條生產線說明是日內會投產的了 那再者呢,就是台灣呢 可能如果再過兩三日呢 沒有一些新的個案的話呢 他們究竟是不是真的需要那麼多的口罩生產呢 也都是,可能也未必需要那麼多 不過這樣,他們的生產線的投產呢 或者他們之前的這些努力呢 我想都是贏到市民的信心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點來的 其實呢,我經常都覺得呢 作為一個官員呢 我們真的要比市民想多 想得更加前 還有是為大家籌謀多一些 因為政府手上是有最多的資源 尤其是台灣和香港的所謂的外匯儲備 或者我們那個經濟的GDP 各樣東西呢 其實我們不會輸給台灣的嘛 那為什麼在整個防疫問題上面 我們譬如那個封關啊 或者,當然啦 現在我特想已經說了 其實封不封也無所謂 因為少了那麼多人下來 但是,那些措施上面的不一致性 戴口罩和不戴口罩 或者我們對於自己的民眾的健康提醒 其實那個的所謂的統一口徑是否做到呢 我覺得真是從今次整件事裡面呢 我看台灣和香港呢 真是有一個多大的差異性在那裡 就是說,究竟哪一個是今次的總領軍人物呢 台灣那方面呢 其實是沒有驚動到蔡英文 蔡英文只是出來講過一兩次 但是陳時中是一個站在前台的人物 我看過他的記者 他每一次都交代得相當清楚 而且是沒有口窄窄的 那今次和大家呢 就談到這裏